俄羅斯現在就是我人也沒有 我補給部隊也沒有 我戰車現在也不夠 所以為什麼俄羅斯現在越打越弱 他戰車不夠了 他的坦克真的不夠了 因為坦克不是全部都被打爆 被打爆的很多 絕大多數送給烏克蘭了 他絕大多數送給烏克蘭 所以烏克蘭現在他需要坦克兵 他需要飛彈兵 他需要飛行員 所以說他的補給的力量 會變成烏克蘭目前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烏克蘭連徵兵廣告都出來了 但是他如果說真的要徵兵到百萬 其實應該不難吧 我覺得應該不難 以他們現在的民情 徵兵只有一個時候很難 就是正在打敗仗的時候 我打這個也輸 我打那個也敗 然後前面又傳來被俘虏了 前面又傳來被抓走了 那個就徵不到兵 可是你現在是打順仗 你處處開始收回來 我哈爾科夫收回來了 我一九母眼見也要收回來了 你這個真兵就會說 那我們下一步 我們就要收回克里米亞 所以看為什麼 昨天是要教材說 我要收回克里米亞 年底要收回來 真兵啊 因為會打順仗嘛 因為我未來會成為 光復烏克蘭所有領土的英雄 所以每個人都願意參加 相較於俄羅斯完全相反 大家是能夠把兵役所裡面的兵單燒掉 就燒掉 能夠把他電腦侵入 給他植入病毒 植入病毒 因為什麼我就不用當兵了 就像把生死不明是劃掉可以活到800歲一樣 所以無名火一大堆 乾脆放火一把火燒了 全燒了 讓你找不到那個兵役資料 我讓你沒有兵役資料 我把你電腦下毒 讓你所有的電腦裡面的資料全部消失 那就變成說你就找不到我了 所以兩邊一對比 一個地方士氣旺盛 真兵沒有問題 一個地方是每個人都想辦法逃 在戰場上的兵要逃兵 在準備被徵召的兵要把他名冊燒毀 所以澤倫斯基跟普丁之間 兩個人在這90天之間的變化 是翻天覆地的改變 是的確 所以我們看到 在俄羅斯境內有不斷發生那種無名火災 到處在燒 而這些都是跟國防相關的場所是有關的 所以現在俄羅斯是一個什麼樣的處境 普丁面臨什麼樣的處境 來名譽 英國的情報頭子 當然是前首長 他說普丁正在失去權力 今年底會被送進療養院治療 2023年就明年下台 真的嗎 怎麼會有這個訊息 這是英國的軍情六處的前局長 叫做迪爾洛夫 他在他的這個Podcast裡面 他在做他的最新的預測 他說這俄羅斯 數世紀以來全部都是那種極權專制 所以他們從來都沒有想過 要怎麼樣的來更替政權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了 克里姆林宮確實有認真的考慮 要怎麼樣子來移轉政權 而且他就直接大膽的預測說 反正現在普丁被外界說 他是什麼帕金森氏症 血癌 活癌 什麼大腸癌 他說以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預測最快今年年底 普丁會被送進療養院 而且他預計他2023年的時候 就會以他身體不好就直接下台 那他也講了一句蠻在仁許位的話 他說他不認為普丁不就此 不可能從療養院走出來 不會死在療養院 只是說未來他從療養院就算出來了 他也不會成為俄羅斯的領導人 這是他做的一個預測 那他也預測說這個大概在一年或一年半之內 俄羅斯恐怕會群龍無所 整個政權會崩潰 然後但是他認為說未來是會有俄羅斯的聯邦 當安全會議的秘書長帕特魯舍夫 會來接任這個普丁領導人的一個位置 這是他做的預測 好那但是有很多人是看衰普丁 但是也有人來力挺普丁 這人是誰呢 這當然就是普丁的大女兒 普丁的大女兒叫做沃倫索娃 那大家之前有介紹過了 他是非常有名的一個醫學專家 專門研究基因跟兒童重症 那話說呢 其實他也不敢公民正大的站出來 他是透過一個他是莫斯科國立大學畢業的 2011年畢業的 那所以就有那個外國的記者跟獨立記者 就有發現說這個沃倫索娃 他在一個這個莫斯科國立大學的這個畢業 校友的一個群組裡面 力戰群雄 但是他就用匿名 他的匿名叫做Maria V 不敢用他自己的本名 他就在那邊洋洋沙沙寫了這麼一大篇捍衛他父親的話 他當然他就寫說呢 現在很多人都都認為說 這個什麼把這個戰爭就歸咎成一個人 他覺得這個是胡說八道 他雖然也不他沒有真正的認同說 這個烏克蘭戰爭是錯的 可是他認為不要用併吞這兩個字 他認為用併吞的侵略或併吞 他覺得都是不對的 他覺得因為俄羅斯是受害者 他認為俄羅斯受害者 哪裡受害 對他自比呢 他們認為說他是德國 當時那個1930年他說不像德國那些人 反而是向德國所迫害那些人 他認為俄羅斯現在是當時的這個猶太人 被德國對待的一個處境 那甚至他還認為說當時2014年的時候呢 這個俄羅斯去這個侵略 不是他沒有用侵略了 他說是占領克里尼亞 這個是他們人民志願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謊話連篇自我催眠 他說講的這個話當然就是幫虎丁在整個做捍衛了 那後來這個這個記者在追查說他雖然用匿名 但是他有兩個消息來源就可以證實說認為這個發文確實是他這個大女兒 那話說回來現在普丁除了在關心戰事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讓普丁可能有點煩惱 那這個煩惱就是他的二女兒 他的二女兒是今年三十五歲的這個提霍諾瓦 他之前2017年普丁有幫他介紹一個老公 非常有錢的老公 後來兩個人離婚 就他現在這個二女兒交了一個新的男朋友 這新的男朋友是德國 那個很有名的一個芭蕾舞者 同時也是這個巴伐利亞國家舞蹈團的芭蕾舞團的一個導演 五十二歲兩個人相差十七歲 那條件什麼都不錯 我看到照片人也蠻帥的 那什麼都好 那唯一現在的一個讓普丁煩惱的是說 他的姓叫做哲倫斯基 他女兒交的男朋友 他的姓跟哲倫斯基一模一樣 好那話說 會不會逼他改姓啊 這不可能啦 但是蠻有趣的 因為事實上他這個女朋友 他這個女兒交了這個男朋友 事實上已經從2017年到2019年 至少已經交往蠻久 而且有傳說他們生了一個兩歲的女兒 那當時呢 這個有記者去統計說 他這二女兒呢 飛到那個慕尼黑啊 找這個男朋友 哲倫斯基這個男朋友 至少來回飛了五十次 而且所有的那個飛行的費用 還有保安人員 全部都由政府買單 那從這個動作呢 也可以看得出來說 普丁其實是默許這段戀情的 這當然都是戰事沒爆發之前啦 那現在如果戰事爆發之後呢 哇 那他交了這個男朋友 哲倫斯基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啦 未來這個 那個這個 岳父跟這個相見之後呢 如果他罵哲倫斯基 兩個人會不會吵架起來 我覺得大家都在看 聽到這個名字 恐怕這個分外眼紅 現在對普丁來說 要煩惱的是恐怕非常多 你的這個俄羅斯的士兵 在烏克蘭戰場 是不是打不下去呢 來時期 這個烏克蘭國安局 還設立一個投降專線 幫助二兵可以逃離戰場 就是說戰事拖了三個月 其實有很大一個部分是因為 俄軍他們自己的士氣很低弱 他們根本不想打仗 那其實最近有一個 俄軍的這個初階的軍官 因為俄軍一直沒有辦法有進展 所以呢 就要進行這個後援的整備 這個初階的軍官呢 他就被調到了後勤 他調到後勤之後呢 他就透過收音機啊 去知道說原來國際上面 現在是如何看待 俄軍入侵烏克蘭的事件 然後所以他才知道說 哦原來外面的世界是這樣 然後呢俄國 他自己的母國俄羅斯 現在正在接受各國的制裁 導致很多企業都離開啦 然後經濟也面臨崩潰 他就覺得更為痛苦 所以他就沒辦法接受 他就寫了一個辭職信 他就說他真的必須要離開 好經過一番這個折衝之後 他到最後還是離開了 他就透露說 其實呢他們這個所屬的軍團啊 大家真的都不知為何而戰 他們每天的期待就是 我希望我明天還可以繼續活著 也就是說大家的士氣 其實是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那根據人權團體的統計說 他們人權團體有一個專線 叫做俄軍士兵母親委員會專線 然後這個專線呢 就會接到很多俄羅斯的士兵的媽媽 打電話嘛 然後去求助啊等等 他說起碼根據這樣子的電話的求員 至少有一千個以上的俄軍士兵 是根本無心打仗的 好 那因為這種狀況 不時的被傳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 烏克蘭想出一個好方法 烏克蘭的國安局呢 他就提出了一個烏克蘭的控把控控專線 2402專線 如果你俄軍不想打仗 因為他們還 他們弄了一張海報嘛 就告訴你說 如果你不想打仗的話 你想要投降的話 你可以打這個專線 好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呢 烏克蘭就說 因為他們有接到一些 攔截一些電話的訊息 他們攔截電話訊息 通常都是俄軍的士兵啊 都在那邊抱怨 打回家裡面都在抱怨說 我們沿途看到的景象啊 其實真的都很淒慘啊 都沒有在歡迎我們啊 我們被自己的二軍啊 當作奴隸一樣啊 我們又髒又臭的啊 等等等等的 反而他們的待遇就是不好 然後就強迫他們 不行 你們要在前線給我打仗 好那除了烏克蘭設立這個專線之外 其實烏克蘭在為什麼能夠撐這麼久 除了他們有高昂的士氣之外 坦白講我覺得烏克蘭的這些動作都很靈活 而且很聰明 譬如說他們最近 他們最近弄了一個新的設備 這什麼設備呢 這個是美國的 美國提供給他們的武器標槍飛彈的彈筒 然後呢 他們發射之後呢 裡面不是空了嗎 因為裡面本來裝火藥 空了之後呢 他們就把它綁在樹幹上面 綁在樹幹上要幹嘛 你看他下面 他下面有一個蓮蓬頭啊 然後裡面裝水 然後所以你們 就可以洗澡 然後呢 在推特上面呢 就一直瘋傳這張照片 因為大家都覺得佩服 佩服烏克蘭的創意 以及他們的勇氣 真的是生活智慧王 然後這個推特的照片 上面還有一個附著 這個附著是愉快的下午時光 讓你喜香香 可以在這個打仗的過程當中 啊不用滿身臭汗 還可以洗一個乾淨的澡洗澎澎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你說說看 烏克蘭為什麼 國際上面都認為說 到最後勝利的會是烏克蘭 因為他們不斷的展現他們的創意 他們不斷的展現他們高昂的士氣 而且歷久不醉 是來國東哥來 哲人司機為什麼要呼喊說 唯有外交才能使這場戰爭停火 他的意思很明顯 現在要單靠烏二的談判 沒有辦法進行 雙方的立場都不一樣 雙方的條件也不同 根本就沒有辦法談下去